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徐新阳 斯洛伐克的飞行车公司 克兰恩愿景最近推出了一款飞行车的原型机 在6月完成了半个小时的试飞 这款飞行车具备可折叠记忆和伸索尾翼 按一个按钮就可以让飞机变成跑车 让人直呼好像变形金刚 这辆名叫空中飞车的原型飞行车 从斯洛伐克的尼特拉飞到首都布拉提斯拉瓦 总共飞行了35分钟 不像我们最近的很多飞行车的炸彩 我们在最近的年代 其实是超级构线的炸彩 大 enough to carry human passengers Klein Vision's Air Car is a true flying car 一样你可以在街上飞行车 或是在空中飞行车 想像你转到你本地的飞行车 但不过去飞行车 你必须要去一排行车 他目前已经完成超过40小时的试飞 不过空中飞车必须借由跑道来起飞 如法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 驾驶按下一个按钮 空中飞车就可以将机翼折叠起来 并将尾翼收回 飞机变身跑车的过程不到三分钟 虽然困难重重 但摩根士坦利的研究指出再过20年 全球电动飞行车市场规模 可能会达到1.4兆至2.9兆美元 飞风格雷斯侵袭墨西哥东部海岸 登陆时为三级飞风 当地出现严重洪灾和土石流灾情 淹没了小型旅游城镇和渔港 造成至少8人死亡 当局也改警疏散了居民 美国国家飞风中心报告说 飞风格雷斯在穿越墨西哥中部山区时 已经失去强度并降级为热带风暴 当局表示 这场风暴导致河流泛滥 各地发生山体严重滑坡 居民纷纷逃离该地区 飞风格雷斯也让28个城市断电 超过百万户住户停电 多条道路被山体滑坡和倒下的树木堵塞 目前整体的工作仍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 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 在23号宣布正式批准 辉瑞BNT新冠疫苗的使用授权 成为全美第一支正式取得药证的新冠疫苗 在这之前 包含辉瑞莫德纳在内的疫苗 都只有紧急使用授权 现在得到FDA完全认可后 各国的药厂都可以直接跟辉瑞采购 引进疫苗 辉瑞疫苗得到完全批准的好消息 也让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表示 美国疫情有机会在2022年初得到完全控制 白宫首席医疗顾问佛奇强调 只要民众愿意遵守防疫规定 接种疫苗 美国最快可以在2022年初完全控制疫情 佛奇如此有自信 是因为23号辉瑞的新冠肺炎疫苗 得到FDA全面批准 而另外两支疫苗莫德纳 娇生预计也会在一个月内得到全面核克 我认为人认为人认为 maybeby any means there's any difference in safety or efficacy with that because Pfizer came first Pfizer presented their data in a very timely way to the FDA Moderna is a bit behin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ir data to the FDA that doesn't mean the data is any less effective or less safe it's just that's the timing of when they present it you know i do and it's going to totally be up to us if we ge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ose 80 to 90 million people who are not yet been vaccinated who've been reluctant to get vaccinated or had not had the opportunity i believe we can se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where we reach a point where there's enough of a veil of protection over the community that you see a dramatic diminution not only in cases but in hospitalizations and ultimately of course in deaths the move paves the way for more corporations government and schools to issue vaccine mandates the pentagon now preparing to require the shot for its 1.3 million active duty troops new york city announcing shots will now be required for all school employees with weekly testing no longer an option and workers at united airlines have five weeks to show the now required proof of vaccination fda 全面批准輝瑞疫苗讓更多政府機構跟私人企業可以要求員工接種疫苗 同時也再次驗證疫苗的效力可以鼓勵還在回疫苗的民眾來接種 並讓輝瑞取得上市許可未來美國國內外的藥廠都可以直接向輝瑞直接引進購買疫苗 從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已花費180億美金贊助國內藥廠研發疫苗 現在又在追加30億美金資助研發治療新冠肺炎病毒的藥物 目前美國輝瑞、默克跟瑞士的羅氏藥廠都開始研發專門治療新冠肺炎的口服藥 我們現在是完全全新冠肺炎病毒的藥廠都開始研發疫苗 我們在發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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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購買所有的藥廠都會購買 所以現在他們會購買工藥 我們會購買工藥 我們會購買工藥 希望它會成功效 在世界上 現在現在是發射疫苗 的疫苗 現在是期待 可能會有效果 快乐跟莫克药厂都预计将在年底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而美国也已经跟莫克药厂下订单 将花费12亿美金购买一百七十万剂的口服药莫娜皮拉尾 希望靠着疫苗跟治疗药物彻底结束疫情 银杏树作为一个物种已经存活了两亿年 几乎没有变化 现在地质学家们发现 它们叶子上的图案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古代气候 并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带您一起来看 您可以看到一个检查核的检查核 但原材料是毫无关的 荆药是有所不合适的 它们的检查核的检查核 根据化核的检查核 与核的检查核 根据化核的检查核 根据化核的检查核 我們會明白他們的反應 然後我們可以回到核心物 去批評那些 然後理解 how climate change transpired 該團隊正在馬里蘭州的森林空地中進行實驗 地質學家表示 銀杏樹的特別之處在於 它們的化石通常保存了實際的植物有機物質 如果在顯微鏡下觀察 可以發現葉子對空氣中碳變化的反應 這層薄薄的物質 可能可以探索了解古老氣候系統 和造成地球暖化的關鍵 風靡世界的英國樂團滾石樂團 The Rolling Stones成軍50多年 鼓手查理沃茨在24號在倫敦音樂病逝 享受80歲 公布的新聞稿說 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丈夫、爸爸、祖父 也是當代最偉大的鼓手之一 帶您來回顧一下滾石樂團和查理沃茨 I see your window and I want to play 在台上總是穩穩地當所有團員的後盾 1962年成立的英國滾石樂團 是被列在劈頭4、巴布迪倫和貓王之後的 史上最偉大音樂人 風靡全球 其中元老及鼓手查理沃茨 8月24號病逝 享受80歲 查理的打鼓 是真是驚訝的 他經常在一起的團隊的團隊的團隊 他比一個團隊更多的團隊 因為我從三個月以來的團隊 查理的打鼓風格與性格相似 沈穩卻有爆發力 不走浮誇路線 但極具魅力 他的鼓為滾石樂團帶來最穩固的基礎 在樂團的幾百首歌裡 低調到沒有一次solo 卻被滾石雜誌選為史上最偉大的 100位鼓手中的第12名 查理是樂團的另類 成名前23歲的他就與當時的女友結婚 結婚超過50年 從不因為走紅跟其他團員一起亂搞 大家對他也十分尊重 2004年查理曾經罹患喉癌 經過密集化療成功戰勝病魔 還能參加錄音 這個月初他才傳出因為身體因素緊急動手術 無法參加樂團的巡迴 沒想到不到一個月就傳出過世消息 他是一個很美的男人 我認識他病了 但我沒想到是這個病了 所以他對他的家庭有很多愛 他的妻子和孩子和他的延伸的家庭 我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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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查理是一堆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音樂界紛紛致意 歌手艾爾頓強表示悲傷 說查理沃茨是終極鼓手 也是最時尚的男人 查理沃茨傳奇的一生 隨著過世羨慕 留給全球歌迷最珍貴的回憶 令尚今天帶您回到1911年8月25日 這天是被稱作是紅色拿破崙 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 五元甲生日 出生在越南廣平省 五元甲從數歲開始 便開始參加當地的反殖民統治運動 希望幫助越南擺脫法國統治 照顧農民權益 1938年 五元甲加入了胡志明創立的越南共產黨 成為他的左右手 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領軍展開反法抗戰 最後在1954年時 與法國簽下協議 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不過在法國撤出不久後 美國就接著以反共名義進駐越南 這是由吳廷衍成立的南越政權 跟胡志明、五元甲領導的北越 展開了多年的戰爭 一直到1975年 美國決定與北越簽下停戰協議 全面撤軍 五元甲領導的北越軍隊 就在當年4月30號攻下西貢 也就是現在的胡志明市 正式統一越南 謝謝您的收看 不要忘記訂閱 還有分享全球趨勢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